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 我们看到了 连生法王卢盛宴开示 谈到了十六罗汉为首的 冰头卢尊者 如何留在人间的姻缘 以及他种种的神通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 2013年西雅图秋季大法会 连生法王传授冰头卢 长眉尊者不供大法的传法开示 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 他从开始离家出走以后 释迦摩尼佛是离家出走的 他是离开王城离家出走 连妻子都不告诉他 他就走了 还有所有的兵妃都不告诉 就走了 走了他就去出家了 到最后在菩提树下 这个静坐 突然之间 不是突然之间 是他在写三六年苦行 没有开悟 到最后到菩提树下 如果不开悟 不起坐 罚了这个试验 最后他终于开悟 开悟了以后 他第一个 就到了陆野宴 去读吾 去度吾比丘 这个五个比丘 是当初 静放王 静放国王 因为释迦摩尼佛出家 静放国王就叫五个大臣 跟随着 释迦摩尼佛去找他回来 找不回来 你们就要出家 跟着他一起去 结果他们就跟着释迦摩尼佛出家 最后呢 他看到释迦摩尼佛 吃比较有营养的东西 他认为说 释迦摩尼佛已经退道心了 所以就离开释迦摩尼佛 自己去修行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五个大臣 他是在陆野宴那里修行 释迦摩尼佛就到陆野宴 去度他 度这五比丘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先开始的 初转法轮 在陆野宴 在陆野宴 就是有陆的地方 那奈良 这个东大寺 也是在有陆的地方 我们到了那里 觉得那里好像是陆野宴 很多陆 在那里的 那么初转法轮 释迦摩尼佛出转法轮是什么啊 只要认清这个事件 教你认清这个事件 先讲一个小话吧 这个妻子问丈夫 婚前你都是叫我天使 结婚以前 你都会叫我是天使 丈夫说 对 没有错 妻子就问 为什么现在 你不再这样子叫我呢 丈夫就讲说 亲爱的 你应该高兴才对 因为现在的我 头脑是清醒正常的 我告诉你 我们时常 头脑不清醒 也不正常 你对世间认识 不清楚 对人世间认识 不清楚 当然是不正常 你对世间认清楚 是正常 佛法就是教你认清楚 人间 你要认清楚 人间 初转法轮 他就先讲 就是四圣地 苦啊 你应该要知道 疾啊 你应该就要断 灭啊 你就应该要得正 道啊 你就应该要修 他跟 吴比丘是这样子讲 就是讲苦极灭道 四转 就是 初转法轮 三转法轮当中 第一个转法轮 什么是苦 师尊昨天问事情 在这个 昨天是星期五下午 很多进来都是有病痛 每一个都有病痛的 我一看 实在很可怜 不是肿瘤 就是癌症 也有肿瘤啊 也有癌症啊 很多种疾病 从头到脚都是病的 有些人根本没有办法行走的 就是坐着轮椅进来 有的用抬着进来的 有的是心肌梗散的 有的是重通的 很多很多的病在你的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病 其实病是最苦的 我认为病是最苦 再来老也是苦 老了也是苦 你年纪还没有到 你不知道老的苦 年纪到了你就知道 我妈妈 我们小的时候 蹦蹦跳跳 我妈妈 有时候 怎么搞的 我妈妈怎么动作那么慢 我妈妈就跟我们讲 你老了你就知道 奇怪啊 你怎么老是忘掉东西啊 我妈妈就跟我们讲 你老了你就知道 奇怪啊 怎么昨天答应的事 今天就忘掉了 你老了你就知道 那为什么 今天妈妈不煮饭 去看医生不煮饭 我们不晓得她生病了 结果她回来 她就讲 你老了你就知道 什么事情老了 你就知道了 人生是苦的 老是苦啊 病也是苦啊 生也是苦啊 在死以前更苦 所以我跟师母 就已经签了一个纸条 现在也宣布一下 我们如果病倒了 医生说要气切 要插管 要气切要插管 No 不要 我们要齿得很庄严 不要满身都是管 这边胃道管 食道管 呼吸管 哪里管 哪里管 通哪里管 什么尿管 什么 分管 什么管 全身都是管 这样死哪有什么庄严可言呢 师尊是佛佛耶 这全身都是管还得了 病倒的时候啊 不要插什么管 什么管都不用了 一走了之 还管他什么管 所以我们都签了 不用插什么管 呼吸不行了 你就 几下就可以了 不用在那边传传传一传 传了好几个月好几年 让那个后代子孙啊 这个把财产都发光了 就因为你生病了 就把财产都全部发光了 所以啊 绝对不弃签 绝对不插管 只是我跟师母签了 签了 我们都签了这个同意书 都公正的 医院看到那一张就不敢给你弃签 不敢给你插管 让你自然的走 对 这人生嘛 妈妈贴啦 没什么啦 没什么了不起 人生是苦的 很苦啊 有钱也苦啊 你知道有钱多苦 你知道吗 因为美国政府要抽税啊 什么不苦 对不对 他把你心情耕耘 几十年了 给你抽掉 咔嚓一半 把你咔嚓一半 哪里不苦心疼的钥匙啊 但是还是要给他抽税 我们把这个税当成一种 美国政府是最大的慈善机关 我们捐给慈善机关 心平气和 抽税也心平气和 你要哭啊 晚上抱着棉被哭可以 还是要心平气和 对不对 我们修行人不积财产 不要继续财产 当初的时候就是有这一条的 苦应该知道 有钱也苦 没钱更苦 有钱比没有钱好 这个钱不一定是万能 这个有钱不一定是万能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差很多嘛 对不对 没有钱更苦啦 有钱也苦 没有钱也苦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苦的 你以为啊 你的爱情 非常的甜啊 你知道有一条歌吗 有甜变成苦 有很甜很甜的爱情啊 也会变成很苦很苦的苦瓜 你尝到苦果你就知道了 所以苦应该要知道的 没有什么快乐的 苦的比乐的还多 对人生要有这个 然后极音断 你必须要断掉你所有的苦 各位观众 您知道超级敬爱本尊 咕噜咕列佛母 有什么秘密法门吗 为求马年世事亨通 连生法王卢盛宴 将特别传授 咕噜咕列佛母 十方发射不供大法 所以台湾雷藏寺今年的新春祈福大法会 为您把握法源 创造新年好运 2月8日 星期六台湾雷藏寺甲午年新春祈福大法会 求财增幅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甲午年即将来临 生肖特别是属马 属 兔 鸡的朋友 台湾雷藏寺欢迎您登记新年报名安太岁和点光明灯 详情请洽 台湾雷藏寺 0492312992 祝福您新的一年 一切平安吉祥 财源广进 各位观众 继月河的流水之后 我们将再次的融幕在卢盛宴的竖琴之中 法王作家最新情诗发表 对着月亮说话 请您珍藏 请您珍藏